想不到吧 爸爸妈妈的救星来咯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晶莉姐姐 最近因为疫情严重 所以大家都乖乖的待在家里 那我自己也不例外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呢 很多的音乐课程 现在都变成了网上学习 我自己也开始在网上授课 那在网上教课呢 本来就已经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那加上小朋友 他们的集中力 本来就不持久 这又是另外一项挑战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 如何在网上教学的时候 也可以同样的 抓住小孩子的注意力 家里有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们 也可以把这些招数学起来哦 那我觉得呢 教小朋友的时候 最重要就是能够 抓住他们的兴趣 还有注意力 要不然呢 你的教材不管多好 其实都是没有用的 那我也不建议 可以在一堂课内 传达太多的讯息啦 还是教材 其实我们反而应该要注意的 就是在一堂课内 设定所要达到的目的 然后把一些练习 变成游戏的方式 跟小朋友玩 我觉得这样子就OK了 大家有多说 我们先来分享这三大招数 有趣的文字 发声练习是最枯燥乏味的 我建议可以把发声练习 所要唱的skills 附上有趣的文字 例如 当然爸爸妈妈们呢 也可以用你们的创意 去把歌词改编成 你觉得小朋友会感兴趣的 可是记得千万不要把歌词弄得太复杂哦 越简单越容易记越好 又或者呢 也可以用小朋友 已经熟悉的一些歌词来改编 我准备了一支 专门给小朋友练习开声的影片 我会把链接呢 放到下面 那爸爸妈妈们呢 记得在家里可以播放 让小朋友练习哦 道具 很多小朋友都是 是视觉系的 有效的运用道具呢 不只可以成功的 抓住他们的注意力 还可以让他们 就算是重复的 在练习同样东西 也不会感到无聊 就像这样子 the fact 哈喽哈喽 哈喽 鼓励小朋友也带上道具 一起唱歌 一起做开支练习 最有效 嘿嘿 look at me can you copy copy me Activities 小活动 如果整堂课都是你在讲 小朋友在听的话 很快他们就会觉得很无聊 没有参与感 所以我建议呢 每堂课我们都可以加入一些 Activities 小活动 比如在唱歌之前 我们可以先来做个伸展操 跳舞之类的 You're my mama She told me Don't worry about your side 又或者是在唱歌之前 让小朋友先画出他们觉得这首歌 想要表达的感情 这些都是可以让小朋友觉得 比较有参与感 而且有趣的小活动 那下一次呢 爸爸妈妈们在家里教小朋友的时候 也可以试试看哦 好 今天的三大点 大家学起来了没有 其实三点呢 都是非常简单 可是经常都被忽略掉的 再一次呢 在这里提醒大家 我有准备一支小影片 跟大家分享 专门为小朋友开生练习用的 那爸爸妈妈们呢 在家呢 不只是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学习 也不会感到无聊 记得去看一下哦 另外在这里也要非常感谢 FM Pop Music School 让我使用了我在教课时的一些片段 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在这段期间 在网上学习多一点的音乐课程啦 作词作曲 创作 歌唱班 乐器啦 可以到他们的网站去询问更多的详情 听说现在还有discount哦 最后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 留言 分享 也可以到IG或FB找我 我是Singin ZZ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记得去看练习视频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